华欣其红盛样办涨停 无量上涨的盘该如何布局 低价中小型的机会在哪里 单股起标股获利持续 邀你一同来布局 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与你分享 股市1.0 我是许玉玲 加入1.0跟我就能赢 今天是5月25号礼拜三 今天的大盘 形成了一个大涨 昨天大盘大跌 今天大盘大涨 到底现在台股该如何操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股的一个K线 今天的K线形成了一个低不破低 那有没有机会再往上攻 1.0要告诉大家 有的 那要看谁呢 要看电子的一个表现 昨天电子股的拉回来 全市场的老师都跟你讲说空头来了 但是1.0特别特别从美元指数 从美国公债值利率的角度来告诉你 电子股拉回来 它是什么 它是机会 电子股拉回来 它是买点 所以昨天在大盘大跌的时候 1.0反市场的操作 带领我们领领家族的家人 在昨天大跌192点的环境底下 带领我们的会员 反市场的操作 买黑来去做一个布局 今天的一个单股起标的个股 一买就大涨 那也恭喜我们所有领领家族的家人 然而你是我们领领家族的家人 在开盘之前 对于今天的行情 你都能够心里有底操作很安心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今天为什么大盘能够涨 联准会的风向变了吗 因为传出秋后将会暂停升息 所以在鹰派当中带着歌声 鸽子的鸽 鸽声 那美国的四大指数里面 是涨跌互见的 尤其是稻球 稻球在5月20号 1.0事先告诉大家 它出现了一个叫做单垂打桩线 而单垂打桩线出现之后 昨天的稻球是开低走高 联二红K 站稳五日均线之上 但是有一档标的叫做SNAP SNAP因为中错了43% 所以导致纳子跟肺半中错了2%以上 但是你一定要看出来细节 因为魔鬼都藏在细节当中 我特别在我的盘前响线报里面 特别告知 我说纳斯达克废半 昨天虽然跌了2%以上 但是形成了一个叫做低不破低 你有没有看到 形成低不破低 所以叫做拉回来第二只脚 不破的主体讯号 我在开盘之前 我事先的公开告诉我们所有李宁家族家人 而昨天前天大盘月线有压的时候 我也如期的在大涨的环境里面 先把我们低位的持股逢高赚钱入贷 但是新阶段电子该组能处操作呢 电子股在昨天连2KK的下跌 回测前低不破之口 将会酝酿转折向上 这个是我在开盘之前 就告诉我们所有李宁家族和家人 所以昨天在大跌的环境里面 我做了什么动作 昨天在大跌192点 我们趁着乱世找好股票低息的机会 而今天的大盘大涨 我们又再度的提前坐在轿子上 等着别人帮我们抬轿 那然而如果你想要掌握住1.0的盘前抢先棒 1.0有一个叫做lightlightlight的首页 我都会把我的盘前抢先棒 放在我的light首页当中 让你能够在开盘之前 先知先觉 掌握住第一手的盘前先机 那如何掌握盘前先机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加入之后点选首页盘前抢先棒 你就能够先知先觉 掌握第一手的盘前先机 然而我今天在开盘 之前我还说了什么 我还说了华星 他售出美国的太阳能的部门 而且利益高达了85亿元 所以华星会再攻一波 所以今天华星大涨 而华星大涨 接下来要看到哪里 都是今天节目的一个重点 好 那当然1.0要特别来 谢谢我们所有李宁家族的家人 上个礼拜六1.0召开乱世买点实战营 因为我知道这个时间段里面 很多的投资朋友都失去了方向 甚至昨天在大跌的环境里面 很多看跌缩跌的老师又告诉你 这个行情我们要全力的做空 我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在跌的时候我们要找好股票低息啊 所以为什么1.0要在本周 在上周紧急召开乱世买点实战营的 线上演讲会 也得到了很多李宁家族家人的一个回响 当然我也看到很多家人的一个留言 特别呢很多家人特别告诉1.0说 1.0我真的很想看你的线上演讲会 但是我刚刚好我上个礼拜六有事情 我上个礼拜六呢要雇小孩 时间段太少可不可以再加开呢 好的 你们的声音1.0都听到了 所以明天听好 明天下午2点半以及晚上的8点 两个时间段 是最后的线上免费演讲会的加码场 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一次的赚钱机会 因为这一次1.0的线上演讲会 会有很多赚钱的妹妹咖咖 一定要知道 所以名额最后只开放100名 赶快拨通电话2511 0777 2511 0777 或者是在liteat当中填好表单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我说过只要空出你一个小时 宝贵的一个小时就能够改变你这一次乱世 买点实战赢的赚钱机会 所以我才会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我是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出来的 我也是全市场唯一一个取得中国证券期货 黄金三个证照的女超盘手 所以你会发现到1.0跟全市场老师的不一样 在昨天大盘环境不好的时候 1.0告诉你 我拉回来找买点 我趁着跌的时候反市场的操作 为什么别人再跌他在害怕 别人再跌你在恐惧你在恐慌 但是如果你有套赚钱的方法 玲珑123的操盘法 你可以从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面俱到的 掌握到台股市场最好赚的利润 那为什么今天华星能够大涨 为什么今天齐空能够大涨 为什么今天升阳科能够攻上涨停板 这个就是玲珑123操盘法上面 跟全市场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 然而1.0要特别告诉大家 现阶段乱世出现了好股票低息的机会 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次的行情 你将会失去你接下来的一个赚钱的商机 那如果你想要掌握住 接下来的一个操作思路 1.0light 8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甚至1.0盘中有直播 以后有空活播直播 那如果你想要第一时间掌握住 台股最及时的赚钱操作思路的话 可以拿起手机 扫一扫1.0的股市1.0 许玉玲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顺便按个赞 也谢谢我们所有李宁家作家人的1.0的支持 然而1.0还是要特别告诉大家 乱世买一点实在营的线上演讲会上个礼拜 谢谢大家的一个支持 但是也有很多人告诉1.0说 时段太少 可不可以再加开 你们的声音一点都听到 所以明天下午2点半 以及晚上的8点两个时间段 是最后加码场 把握住最后赚钱的机会 乱世买一点实在营的免费线上演讲会 空出你的一小时 就能够改变你一生的一个财富 如果掌握住名额 来直接打电话 2511 0777 或者是在我们的Lite 8上面填好表单 我们的Lite 8是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好 那当然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要跟大家讲 尤其在昨天的电子股开始回神 美国的电子盘开始回神 开始形成了一个跌升的反弹 台股就形成了一个提前反应 但是在昨天大跌的过程当中 你做了什么动作 你在害怕你在担心你在犹豫你在恐惧的时候 1.0是带领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叫做反市场的操作 什么叫做反市场的操作呢 也就是说在昨天大跌的环境的时候 我带领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是 单股起标昨天大跌逢低进场 今天就怎么样 今天就上涨 这个叫做单股起标 单股起标在昨天跌 这档标定是跌了将近7% 跌了将近7% 回测月线跟年线的时候 我带领李宁家族的家人 单股起标的反市场操作 我们低位的布局 我们今天就能够享受到 现买现赚上涨的一个公式 所以我请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获利续报也恭喜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单股起标反市场的操作 当你在害怕你在担心你在恐惧你在不安的时候 我们已经做出赚钱的策略 我们反市场的操作在别人害怕担心的时候 我们已经带领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提前的卡位布局 好 那当然单股起标的一个操作 我会针对于底部起涨的个股 而底部起涨的个股 那当然大户法人已经悄悄在进驻 而且单股起标的这档标的 我认为最少的一个上涨空间 将会超过这样子 将会超过100% 所以底部只有一次机会 跟上一点的脚步 底部起涨不赢也难 所以这档标的还没跟上的人 本周我还会来去做一个布局上车 想要跟上单股起标的一个操作 一点的light at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好 那当然今天的一个呢 节目重点里面我会针对于 为什么华星我总是能够掌握住转折 为什么齐鸿今天能够大涨 为什么森阳科今天能够创高 而在目前大盘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明显的带量 那这个行情该如何来去做布局 那在上个礼拜六的线上演讲会里面的内容 会特别告诉大家 接下来一定要特别注意到 低价的中小型的股票 低价的中小型的股票机会有哪些 也在今天的节目内容会告诉大家 还有接下来我会着重在单股起标的个股 单股起标的个股在昨天大跌192点的环境 在他大跌将近7%的一个幅度当中 我带领我们的李宁家族家人 反市场的操作今天就是大涨 而这一档标的还没涨完 邀请你一同来布局 那1.0今天也要特别针对于 鸿海集团的相关概念股 为什么鸿海这样子的大牛股 还能够紧紧涨 为什么泛鸿海集团的阳城 能够逆势的工涨 它也是属于一个超跌转折的 低价转机的个股 那今天有一个盘中的消息 盘中的消息出来 中小学是不是会在这里 提前来去做放暑假的一个动作 所以消息面的一个激励 带领游戏的个股形成了一个跌升的反弹 那游戏的个股跌升反弹 你如何判断是真还是假 指标股要看谁 好我先插播一下 我认为指标股要看这三档 这三档是谁 华裔 辣椒跟玉泉这三支 尤其是以华裔跟辣椒为主 我们可以看到华裔 华裔的这档标的而言3086 华裔的这档标的而言 它是形成了一个低不破低 而且一个转折 所以华裔能够上攻 它也会带动游戏相关的概念股 形成了一个走强 所以辣椒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抄跌的转折 所以指标股先看这两档 预权是辅助 然而在华新跟同志大涨之后 我们要注意到 汽车的比价效应开始持续 而且华新我要带你做最好战的那一段 好的那1.0也要特别恭喜我们林林家族和家人 我们是在昨天大盘大跌192点的环境 趁着大家在害怕 趁着大家在恐慌 趁着大家不安的时候 我们乱世反市场的操作 低阶便宜的好股票 而今天的个股都成为了一个赚钱的标的 而华新在盘前奖线报里面 我也特别针对于他的一些事件面 事先的来去做掌握 所以今天的华新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华新 1605的华新 今天的华新是再度的站上了月线 以及站上了五日均线 站上了所有的均线之上 而且形成了一个带量 而接下来华新要在工钱高的一个关键 来第一个看筹码 筹码看谁 筹码看投信加外资 因为在三月份四月份 华新能够涨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是因为投信跟外资同步一起买 他才能够掌握到最好赚的那一段价差 所以华新的这一档标的 你要做你要看谁 你要做你要跟谁 当然是跟最会掌握住转折的1.0 来去做操作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在昨天大盘大跌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动作 我做了全市场老师不敢做的动作 你的老师看到大跌在害怕在恐惧 但是我们的单股起标在昨天大盘大跌192点的环境 反市场的操作 我们在大跌将近7%的幅度 我们昨天跌买进 今天一买就上涨 所以我请我们所有林林家族的家人获利续报 然而单股起标我们是属于底部起涨的个股 而且这样子的个股 大户主力法人已经开始悄悄进驻 而且后续的上涨空间我认为会有一倍的利润 你要记得 底部只有一次机会跟上1.0 底部起涨不影也难 本周即将要拉回来再来做布局 想要跟着1.0单股起标的家人 来1.0的LINE AT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我带你一起底部起涨不影也难 好那当然1.0还是要特别告诉大家 乱世买点线上的一个演讲会 在明天下午2点半跟晚上8点 是两个时间段最后的加码场 如果上个礼拜六你没有参与到的家人 这一次的加码场是你最后赚钱的机会 而乱世买点实战营的线上演讲会 只开放限量名额 所以赶紧拨通电话 或者是在LINE AT上面填好表单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好的 那当然1.0要特别告诉我们所有的家人 为什么我能够跟其他老师不同 因为我是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出来的 而且我也具备着中国证券期货黄金 三个证照的女操盘手 所以你会发现到我的面相 跟全市场老师不一样 当昨天大盘在跌192点的时候 我从美元指数 我从美国公债10年期的公债殖利域来告诉你 它是一个机会 尤其是电子股拉回来它是一个机会 所以玲珑123操盘法当中 我们兼具的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面俱到的 帮我们的领灵家族的家人 掌握到股票市场最好赚的获利 为什么今天华欣能够大涨 为什么金虹奇虹能够大涨 为什么今天的一个生洋客能够大涨再创新高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接下来该怎么操作 跟着1.0就对了 那有人会问1.0 你盘中的连线是什么时候 我现在是礼拜二跟礼拜四 中间的东升的盘中12点到12点18分 还有晚上的10点半的中广 跟大家空中相见 当然今天晚上我有9点钟之后的 这不是新闻的一个参与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你想要掌握住 最及时的台股赚钱操作思路的话 1.0的股市1.0许玉琳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也谢谢我们所有领灵家族的家人 的1.0的支持 然而1.0还是要特别告诉大家 在上个礼拜六乱世买点线上 10代演讲会之后 很多的好朋友留言说1.0啊 我好想好想看你线上的演讲会的 分享内容但是我刚好上个礼拜六 有事情我刚好上个礼拜六 我要雇小孩时间段太少 口不可以在家开 好你们的声音一点都get到了 我都听到了 所以明天听好明天下午2点半 以及晚上8点两个时间段 是最后的乱世买点10代营当中的 免费线上演讲会当中的 最后加码场 一定要把握住最后赚钱的机会 而且名额有限 那你一定要赶快拨通电话 2511 077 2511 077 或者是我们在Lite 8上面填好表单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空出你一小时 改变你这一次赚钱的操作思维 那我也特别来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说 接下来我会来去做一个单股起标的操作 什么叫做单股起标 好就在昨天大盘大跌的环境当中 我带领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单股起标反市场的操作 这一档标的昨天是跌 而且是重挫了将近7%的幅度 回测了月线回测了年线 我们在昨天大跌的过程当中 低未买进今天一买就上涨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接下来我会带领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单股起标底部起掌不影也难 所以如果你想要参与单股起标的家人 底部只有一次机会 你一定要跟上1.0 跟紧1.0底部起掌不影也难 本周准备布局上车 认同1.0单股起标的操作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好的 那当然1.0在我们的线上演讲会上面 我真的透露出很多赚钱的妹妹嘎嘎 很多妹妹嘎嘎我不对外说 但是呢我在乱世演讲会里面呢 乱世买点演讲会上面 我也特别事先的开始公开告知 要去注意低价中小型的股票 你可以发现到 当1.0事先的掌握到这一块之口 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这几天的行情 低价的中小型的股票 光今天20档涨停板 17档低于50块钱以下 这个叫做低价中小型的股票 所以低价中小型股的机会在哪里 都在1.0的掌握当中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就像今天为什么加联益 我们来看一下加联益 来加联益 加联益为什么今天形成了一个叫做 小WD的一个走势 小WD今天出量在工 而在工前高的一个关键 在于外资的一个筹码 那这也是属于一个低价股 甚至像是利钦 来甚至像是沁腾 我们来看一下利钦 3346的利钦 来3346利钦 有没有发现到 这也是一个低价转机股 后续形成的一个工高的关键 但是呢 接下来要上涨的一个呢 关键 外资的一个筹码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 那甚至呢像是沁腾 甚至呢像是全友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全友 2305的一个全友 2305的全友呢 股价形成了一个震荡 电高的一个走势 股价的震荡电高 不是叫大家去追 而是告诉大家 接下来会有很多 像是这样子低价中小型的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冒出来 所以我们要掌握住赚钱的一个机会 好 然而1.0也要特别告诉大家 在伸扬半导体今天亮灯涨停板创高的同时 今天突破前高之后 它代表一个关键 它代表什么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呢 今天的一个伸扬半导体 在亮缩整理三天之后 今天出量再工 那通常那种技术性的一个出量再工之后 它会有一个拉回来的买点 所以呢今天空手的人不要追 但是拉回来听一点的指令 因为1.0都帮大家掌握住这样子的一个赚钱机会 甚至呢像是1560的一个中砂 中砂接下来再买盘回荣之后 也能够续创新高 所以我才会跟我们所有的李宁家族家人 你该如何来去做操作 你该如何来去做赚钱 甚至呢在红海的这一档大牛股 我们来看一下红海 红海的这档大牛股当中 你可以发现到它今年不牛了 为什么红海今年不牛了 因为它跨入了电动车的这一块 而电动车的这一块 1.0是不是在盘前抢先报里面 事先的来帮大家掌握到 而红海的一个功高 它也带领了泛红海集团当中的像是阳城 来我们来看一下3498 来3498 也形成了一个低档转折向上的一个走势 所以还有很多的股票像是正达像是广宇 都会有一个母鸡带小鸭的一个带动 好那昨天新胜利出现了一点高盘 49块钱的一个压力 这个叫做主力洗盘 我们来看一下4931的一个新胜利 4931的新胜利呢 今天还是没有越过49块钱的一个压力高点 但是昨天你有没有发现到 昨天外资偷偷的在这里买了 而且买了多少张买了呢3000多张 昨天的外资买了3825张 所以现在外资在干嘛 现在外资趁着跌的时刻 开始进来去做布局 这个叫做主力洗盘的筹码 但是呢一点也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新胜利的这一档标的 以五日均线来当作是一个多方的防守 接下来只要外资投信的筹码持续 这一档标的还能够再攻高 但是攻高的一个关键 你如何要去做切入 你来跟着1.0来去做操作 好 那当然1.0呢 也要特别来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说 我知道现阶段很多的好朋友手中有套牢的股票 好听好 如果你有套牢的股票 你来找1.0 就像高雄的丁先生他手中有400万的资产 但是因为今年的操作跟去年的操作截然不同 我说过今年的操作你抱着弱势股会越抱越没钱 所以当时候高雄的丁先生来找我的时候 我帮他做持股诊断 持股诊断 我把他手中落势的红准 把他卖掉 卖完之后红准下跌了将近两成 我带他买进汽车 零组件的零涨股是谁 零涨股是耿顶 耿顶我们赚最好赚一段 耿顶我们赚到了4成以上的一个利润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换股的小动作 却是高雄丁先生赚钱的大关键 所以你会发现到 如果截至目前为止 丁先生都不换任何股票 把他手中的落实股不换掉的话 他的资产还会减少67万 但是就是做了一个换股的小动作 造成他赚钱的大关键 让他买进去这一波的零涨股 这一波的指标股 耿顶 让他赚到131万 你可以发现到 一来一回 丁先生的资产 快创造了200万的一个价差空间了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你要抱着弱势的股票 让你的资产越变越薄 还是真的跟着高雄的丁先生一样 跟着我们掌握到最好赚的股票 掌握到零涨股 掌握到强势股最好赚的那一段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接下来1.0会全力锁定单股起票 什么叫做单股起票 一次只做一档股票 单股起标昨天反市场的操作 昨天大盘大跌 我们逆势的买进 买进之后 今天马上上涨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反市场的操作 单股起标 而底部只有一次机会 跟上1.0 底部起涨不赢也难 认同1.0的操作 想要跟上单股起标的一个呢 底部起涨不赢也难的操作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好的 那当然 最后1.0还是要特别告诉大家 你们的声音我都听到了 最后加码场 乱世买点实战赢的线上免费演讲会 明天是最后加码场 那加码的时间段是在下午2点半 以及晚上8点 这两个时间段 好好的把握住最后最后的名额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好的 那当然1.0也要特别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家人 今天晚上9点之后1.0会上 这不是新闻的一个节目 那如果你认同1.0 想要参与到1.0盘中的 及时的赚钱思路的话 1.0有股市1.0许依林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也谢谢我们所有李宁家 作为家人的1.0的支持 然而1.0要特别告诉大家 最后加码场的机会呢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因为乱世买点实战赢当中 1.0会透露出 很多赚钱的机会 2511 0777 2511 0777 或者是在LINE AT上面填好表单 把握住最后的名额 好 那很多人都会问说 老师金融股你该怎么看 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抱着弱势的金融股 你的资金只会越变越薄 那如果你手中有金融股的人 你来找1.0 因为这一波1.0会告诉你 什么样子的个股你值得拿 什么样子的个股你值得报 什么样子的个股你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你要出我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你一定要问问你自己 来股票市场的目的是什么 我常常会问很多的投资朋友们 你来股票市场的目的 不是只有一个目的叫做赚钱吗 但是你有没有赚钱的方法 你一定要问问自己 你闭着眼睛摸着自己的良心 问问自己 有没有赚钱的方法 你不要骗我 你一定要诚实的面对你自己 这一波钱为什么不知不觉的流失掉 你到底能不能够掌握到 领涨股强势股 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低时机的买点 以及最好时机的高档的卖点 你懂不懂得股票市场最好赚的那一段 而很多投资朋友来到股票市场的目的 反而变成赔钱套牢 而且很多投资朋友都告诉1.0说 老师这档标的我高档没有卖 现在已经赔了20%以上了 我还要卖呢 但是你抱着弱势的股票 你赔钱不出 你不甘心 你不放手 你抱着这样子的一个股票 它只会让你的资金越变越薄 你会错过很多领涨股 强势股最好赚钱的机会 甚至很多人在金融股票 高位去做存股 你为了5%不到的利息 却赔了20%以上的价差 你认为这样子的操作值得吗 所以你一定要问问自己 来股票市场的目的在干嘛 来股票市场的目的就是要赚钱 但是你也有没有赚钱的方法 谁有 1.0有 1.0要告诉大家是 现阶段大家最悲观 最害怕最恐惧的时候 1.0要告诉大家 乱世买点的机会 所以6月份开始 1.0会独家的边学边赚 所以想要掌握住的人 来加入1.0的Lite 8 小老鼠OK 1788 那当然1.0的操作跟纪律 我只做最好赚的一段 而且一次只做一档 保证贷进绝对贷出 一档赚完再赚一档 所以如果你认同1.0的操作 想要单股起标 反市场的操作的人 因为我昨天在大点时 我就带领我们的家人 单股起标反市场的操作 今天大涨 所以底部只有一次机会 跟上1.0底部起涨 不影也难 如果你认同1.0的操作 小老鼠OK 1788 1.0要预祝 我们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操作胜利 赞大钱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